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一期毛衣分享视频 然后因为我刚刚起床脸有一点点肿 请大家见谅 其实这个冬天我已经做过一期内搭和毛衣的分享 只是微信后台有挺多小伙伴表示想看图案毛衣的 所以这一期的视频全部都是图案毛衣以及提花毛衣 那么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也感兴趣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这里一共八件毛衣 第一件是这个灰蓝色的灵格纹毛衣 它的价格是95 长度是61 我穿刚刚好盖住整个屁屁 袖筒刚刚过指尖比较宽松的一个款式 它的领口 袖口都有一圈白边 自带一种叠穿的效果 整体的风格偏寒风 搭摆着裙又很日系 同款还有一个喀色也很好看 灵格纹没有卖家袖给的那么大 反而更温柔 料子很柔软 不扎皮肤 面料厚度一般可以做内搭 第二个是这个防水雕毛的千鸟纹毛衣 它的价格是129 有一点点薄 但是很暖和 长度刚好到PP中间 特别适合塞翼小脚到裤子里面 如果不扎起来穿的话 这个版型会有一点土气 但是这个千鸟纹的图案和防水雕毛的质感 确实显贵且不容易撞衫 扎起来会好看很多 它的面料很垂坠 薄 表面的绒毛比较长 针脚不是很密 但整体的保暖效果挺好的 第三个是这个橙色图案的毛衣 它的价格是74 非常宽大的一件 就不推荐155及以下的妹子购买 这一件毛衣是我这些毛衣里面唯一一件感到质感差的 一个就是它非常薄 不像一件毛衣 第二个就是它白色毛线的部分不够白 跟曼家秀还是有区别的 这家店挺奇怪的 是设计的都挺好看 销量却很一般 图片看起来又不像盗版的 但是这一件的质感是确实不怎么样 如果光买个版型不考虑舒适度的话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第四个是这个非常有圣诞风的绿色毛衣 它的价格是98 到手就觉得非常厚实 非常软糯的一件 然后上身也很舒服 不扎 特别推荐 这件刚到的时候广州还是20度左右 夜里出门搭个黑色的针织散裙就很好看 但是由于它是个落肩袖 面料又很厚实 现在做大衣那一搭袖子会有一点挤 宽松一点的面包服还可以 不过这个价格买到这种设计和面料的毛衣是真的很值 第五个是这个修身款式的黑白条纹的毛衣 它的价格是39 非常值得一件 它是有两层的 外面一层是针织 里面一层是一层薄薄的加绒 舒适 薄 又百搭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领口有一点点窄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有一点勒 宽松的高领 同样宽松的版型 这种针织条纹上可能会常见一点 比较寒风 这件修身版型的小圆领则更精致 更成熟一些 搭个黑色的或者烟灰色的MOM GYMS会更干练 一种欧美风的感觉 红色的这个圣诞毛衣也是质量超好 性价比超高的一件 它的价格是95 上面有雪人以及其他的一些图案 酒红色的 领口和袖口都有螺纹收边 我觉得相机自动曝光鞋的颜色更艳了一些 实际上是更酒红的 日常完全可以驾驭 当然它本身是一件非常喜庆的毛衣 也适合节日穿搭 因为它本身带有一些黑色的元素 所以下半身再搭黑色的单品 会比一般的红黑配要更协调 更好看 厚度适中 可以做内搭 面料又柔软又轻敷 最后两件 一件是深灰色的 一件是黑色的 深灰色的这一件用的毛线更厚实 也更软 更轻敷 它印的图案是一个脸的轮廓 非常有艺术感 配色也很高级 后期感觉拍的不是很好 牛仔裤没有称出它的气质 麦加秀搭的是针织裙 我自己搭的是镜色的毛泥烟管裤 也挺好看的 看起来很大气 这件毛衣看起来很大 但其实内搭完全没有问题 面料软 厚实 表面半有一些杂色的长毛 会沾到我的毛泥裤上 但还好没有很严重 黑色的这一件属于很厚实的针织 针脚非常密 所以触感会烧印 但是质量是没得说的 这种针织的面料应该也很难祈求 价格是126 它的字母和图案都是奶黄奶黄的 不是纯白的 占的面积很大 更增加了整件毛衣的趣味性 后面这两件毛衣的图案 开始的位置都在胸椅上 这个位置对小个子其实是很友好的 视觉上不会压个子 还有就是这一次的毛衣都是落肩设计 版型都很不错 没有别扭的地方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投币弹幕收藏点赞 让我的视频有更多人看到 同时在评论区留下你最喜欢的那件毛衣 例如最喜欢酒红色圣诞风的毛衣 再帮我弹幕收藏点赞 抽两个朋友送出他们最喜欢的那件毛衣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